3月17日拥有秒速5厘米你的名字 等作品的日本著名动画导演 新海诚 携最新作品《灵雅之旅》 来到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 这是该电影在中国内地的首次放映 也是新海诚承诺 与中国观众三年制约的作品 新海诚从舞台中心的木门中缓缓走出 与北大师生共赴梦幻世界 而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手周深 也来到现场 轻轻现唱电影同名中文主题曲 点击视频 欣赏周深悠扬的歌声 文末有现场礼包惊喜送出 不要错过 跟随北大学生的镜头 一起亲临现场 初见 新 盘 通 新新作 用新 《灵雅之旅》是新海诚导演 纪广受好评的你的名字 《天气之子》之后 最新集大成之作 同时也是由新之作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 17岁少女灵雅与闭门师草太相遇 两人一起去关闭灾难源头之门的冒险故事 谈及创作初衷时 新海诚导演 坦言是想让2011年的 东日本大地震不被世人遗忘 而为了让苦难不成为 人们日后生活的沉重负担 我便想以快乐一些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也是一个关于悼念的故事 在人们世代生活的故土上 新建筑出现 老建筑在无人问津 新海诚导演深感老建筑承载的过往 其实也值得被纪念 所以将细腻的笔触聚焦在了他们身上 此外 不同于之前几部作品对爱情的着重描绘 导演在这部影片中对亲子关系也进行了深入刻画 这部集悲伤与欢笑于一体的作品 让人体会到在苦难中成长 在荆棘中生花的勇气和力量 海人海 新海 此次凌雅之旅首映里有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主办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协办 活动还在白奖广场生动还原了动画中的网门场景 吸引同学们纷纷拍照留念 这一刻的身临其境 让大家幻想得美丽出手可及 同学在动画场景立排前留影 悠长后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座位上收获了一份精致的礼包 里面有凌雅之旅的海报 企划书 新海诚导演的赠言 本次活动的精美票根等 怀揣着这份惊喜 同学们开始观赏影片 与琳雅一起踏上这场勇气之旅 成真诚 吃诚 影片硬后 现场安静了几秒 随之响起热烈而长久的掌声 大家在观影过程中又哭又笑 沉浸在独特的体验中难以抽离 目不升起 新海诚导演推开舞台中央白色的门 怀抱影片中的三腿小椅子缓缓走出 并在现场首次公开了影片的中国独家海报 新海诚导演现场发布中国独家海报 随后 新海诚导演说道 我知道在中国有种说法是双喜临门 所以我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 他邀请电影同名中文主题曲演唱者周深来到现场 为大家呈现了一场听觉盛宴 周深与新海诚导演互赠礼品 幽默的互动让同学们欢笑连连 新海诚导演表示周深的演唱让他再一次意识到了中文是一种多么美丽的语言 如果说日文原唱给人一种来自小岛的感受 那么周深演绎的中文版则给人一种宏大而壮阔 根植于广袤大地的震撼 新海诚导演与周深互赠礼物 在互动环节 同学们就内心对影片的一些理解与困惑向新海诚导演真诚发问 有同学问及导演是否看过中国动画作品 新海诚表示很喜欢罗小黑战绩 在设计影片中猫咪大臣的时候也对罗小黑这个角色有所参考 并坦言愿意多看一些中国的优秀动画作品 一位来自四川江游 曾经历过512汶川地震的同学就如何进行灾后心理重建请教导演 新海诚提到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 日本派出很多援助人员前往震后现场 而12年前的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 中国也给予了日本很多支持 他认为和身边之人的互相陪伴和关怀是走出心理困境的 关键 相信大家都会在生命中遇到给予自己温暖的人 人们也就是这样相互扶持着生活下去的 正如伶牙在旅途中遇到很多人 他从他们那里得到温暖 于是开始珍视身边的一切 这是他的成长 观众席中还有同学感叹影片给予自己的力量 感动的对导演说 谢谢您给予了我与喜欢的人见面的勇气 谈及未来还希望有哪些创作上的突破 新海诚说 一是会对作品多以蓝色为基调的风格有所改变 二是希望和读者观众一起推动剧情 自己以前重视从大纲开始做 在网历填充故事 现在觉得从角色入手推动情节也很好 以后可能会有新的尝试 新海诚导演与北大师生现场互动 作为北京大学会议中心配合学校国际战略年所推出的开关之作 首映里在欢呼与掌声中落下帷幕 诚如这部作品的题目所彰显的 女主人龚琳雅正是在一次次旅程中完成了破茧成蝶般的蛻变 每一次登上前往不同重点的列车 她都为拯救面临灾祸的人间而奋不顾身 离开那座安密小城后 她遇见过许多人 他们纯粹 这部虽经历着近于市井村镇间的平凡生活 却始终不吝于给予她家的温馨 精心准备的苛口菜肴 为难时刻的一段送行 临别之际的真诚拥抱 让她们成为灵雅眼中的特别存在 灵雅与草态虽因雨灾祸相不而满身伤痕 却也由此懒得世间百态 心灵缺口得以治愈 其实每趟旅程都是一段段体验与冒险 他们教会灵雅 即使身处巨变的危险漩涡中 也有不可多得的喜悦与感动 我们也像灵雅一样踏上过许多旅程 平淡或热烈 他们一一往复着 在人生性质上留下深深浅浅的字迹 幸福也好 伤痛也罢 都是经历 有朝一日 但这些字迹奔永流淌着汇集成诗 请记得停下脚步回头看看 那是证明我们来过这个世界最美好的印记 关门 清和过往 去往更好的人生 灵雅之旅对灾难和失去这两个沉重的词汇 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反省 不可避免地 面对他们许是每个人终将完成的考题 灵雅便是这样一个孩子 灾难之后 她仿佛失去了整个世界 沉浸在过往的苦痛中久久无法自拔 她也曾对悲剧麻痹 否认又绝望 但当一次又一次地关上那扇网门 她终于明白 其实自己早已拥有过最重要的东西 失去的可以怀念 但它并不是我们在回忆中沉沦的理由 所以 如果想直视过往的雷雨 那就请轻轻关上门吧 愿我们能与自己和解 直面遗憾与伤疤 也愿我们能坦然从容地跨过难关 毫不犹豫地奔赴明天 如果可以 请尝试着慢慢放手 因为合起笔盖 交上答件的那一瞬 阳光洒在脸颊上 我们会听见铃声响起 恭喜完成考试 从现在起 你将拥有更美好的人生 舞台中央的网门 去去就回 我出发了 去去就回 新海诚导演 曾在影片的企划书中提及 他希望灵雅之旅 成为一部去去就回的电影 主人公通过这次经历 明白了日常生活的可贵 就像在游乐场坐完过山车 重新站回地上的松弛 怀抱憧憬 说完那句我出发了 便启程去往远方游历 一路上有寸步难移的险坡 也有平稳顺畅的坦途 而最后的目的地 看上去虽仍是来处 却已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当带着感悟回归 再次打开家门时 我们或许会后知后觉地感到几分庆幸 只有亲历过离开与失去的苦楚 只有遍游过这大千世界之后 才会更加珍视眼前的一切 亲爱的旅人 勇敢的少年 愿你一路立紧千番 归来时满怀感激与祝福 原来这方承载生长的小小土地 才是生命中的无价宝藏 希望伶牙结束旅行 电影散场时 观众们能得到面向生活的力量 哪怕只是一点点 或许 这就是这部电影创作的初衷吧 接下来看看周深最近一些事情播报吧 周深的信息 更新到3月20日 《灵牙之旅》北大首映好评 不断新海成为中国观众首会海报周深 大湾区音乐会 周笔唱连唱两首经典 周深全是压轴 创最高纪录 不要在深夜听周深的歌 他说关闭客服大门 希望你的头发又黑又多 电影《灵牙之旅》讲述的 正是年轻人的小说 影片的《中国首映》里在北大力班 是一场双向奔赴 周深这个大魔王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亲自 在整个华语乐坛 也只有他才能填满整场晚会的高度 在大提琴的伴奏下演唱新歌《童心园》 周深自然的嗓音旁白 不要在深夜的听周深的歌 不要一个人偷偷的流泪 由于周深说已关闭客服大门 他不想由于他的歌在深夜惹你流泪 固然他忙到很晚很晚 但他希望你能早点睡 不要包业 此次活动不仅是电影《灵牙之旅》 中国首场落地活动 也是三年以来第一次国际导演来到北京大学 歌手周深也惊喜亮相 先唱了电影同名中文主题曲《灵牙之旅》 并与新海城导演护送礼品 自从新海城的《灵牙之旅》上映之后 周深这个大恶魔就成了微博上的热点人物 粉丝们一打开社交平台 就会看到对于他的热点话题 有对于周深唱歌的 有对于他的电影的 《灵牙之旅》 传跑男最新阵容李晨 《沙印》 《白龙》 郑凯 周深五人回归 杨颖 蔡徐坤两人退出 新增范澄澄 王鹤帝两位常驻 我算是跑男老粉严肃追过114季 中间段序看过 第七季就齐全不看了 周深在乡村振兴专场演出中 为大伙儿带来了绽放的笑容这首歌曲 周深是压轴出场 他没有辜负大伙儿的期待 他带来的舞台相当精美 要是让我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周深的表现 继古剑芬音乐会落下帷幕后 《弹魔王》周深才真正开启了 《内卷摩》是一天一个名场面 几乎时时刻刻都能为我们带来 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感动 毫不夸张地说